水玻璃魔术测试操作流程视频 首先打开机器 然后用玻璃烧杯装50毫升的测试样品 将装好测试样品的玻璃烧杯放到测量架中间 然后用挂钩勾住测试用玻璃砝码 将玻璃砝码轻轻放入测试样品中 向下压几下清除气泡 清除好气泡后将挂钩吊在指甲上 在重量稳定后按黄色的N的键 此时屏幕会显示测试样品的密度值 按两下A键 跳到S2上 S2 2显示的数据为玻璃魔术 记录好数据后按黄色的N的键 推出 然后将挂钩跟砝码取下 将装有样品的玻璃烧杯放取下 全部测试操作流程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